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尊与祖国同志愿者》 今天是讲第三章 第三章是现收索的方法 这一章大概要讲两个礼拜吧 这一次再加一次 我们先讲就讲那个算法 因为这个是一组算法 大概三块内容 一块就是那个算法本身 还一块就是那个算法的性质 就是讲算法的收敛性 或者是那个收敛的速度 还有呢就是介绍一个那个牛顿方法的 要做一定修改的牛顿方法 我们会讲牛顿方法它有一点问题 那么就要做一些真正用的 就要做一些修正 我们先来讲那个方法本 算法本身 先来第一步讲方法 这个线收索方法 我们上回也简单提到过 它实际上就是 也是一种迭代的算法 这个迭代算法就是 从某一个迭代点 开始要产生下一个迭代点 然后呢再从下一个点 再产生另外一个迭代点 希望它能越来越接近于解吧 对吧 那么这个方法都迭代方法 一般都这样子 K加1 从这个K这个迭代点出发 然后呢 加上一个AlphaK 再乘上一个PK 就 呃 这里面那个PK呢 就是方向 这个是方向 就是要选一个方向 所以那个线收索方法里面 第一步就是要选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 大概我们这个书里面 涉及到几个方向 一个就是所谓负梯度方向 或者叫最次下降方向 这个也可以叫负梯度 因为梯度就是上升最快的嘛 对吧 负梯度方向 这个也可以叫负梯度 我们用这个来表示 负梯度方向 这个是应该这样子 相当于负的delta F XK 就在XK这一点 它的梯度 梯度是上升 那么反过来就下降最快弯 这个我们会 这个是一种最常用的一种方向 另外一种我们就是所谓牛顿方向 牛顿方向 牛顿方向 首先我们这个牛顿方向 这个是负的delta平方 F XK 乘上delta F XK 就这个 这个是牛顿方向 这我们以前也介绍过一下 就是如果你在那个特殊情况下 比如说就是二次函数 标准的二次函数 那么你用牛顿方向 那一步就可以到达那个减了 所以这方向也是比较好的方向 还有 这个方向 我们等下下面都会介绍 就这些方向 还有一类的方向 叫做减油等方向 这个我们一般计算 这个我们一般计算BK 这个跟它的差别就是 这个有个负义 就是这个方向 就是这个BK如果是就是那个两界导数的话 就是Hanssen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变成牛顿方向 这个东西我们以后还会想去讲 就是我们在第六章我们专门讲这个方法 这也是一种方向 然后书上还会提到一个就是所谓 就是这个方向的 共个梯度方向 共个梯度方向 这个呢跟上面有点不一样 我们这个后面还会专门讲第五章 就专门要讲这个方向 这个方法 所以一个限搜索 限搜索方法 这个里面呢 第一步就是要选一个方向 如果这方向的话 这两个方向都是使的 都是给 都是就已经完全确定了 这个方向呢 就是你这个B有得选 所以这种 凝油的方向实际上会有很多 我们在第六章里面会讲 就是怎么来构造这些东西 那你不同的构造的话 就得到了不同的凝油的方法 这个我们会第五章讲 这个会第六章还会再讲 我们现在就是笼统一般的来讲 再讲到方向里面 有一个性质是我们要讲一讲的 就是说所谓下降方向 就是说所谓下降方向 什么叫下降方向呢 就是说 就是说在这个 我们当然本来是应该有一个就是Fx了 这我们的问题当然就是Fx 就是minimum fx了 对吧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有了一个xk 然后再有一个pk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pk也是有方向的 所以实际上如果这个是xk 如果这个是xk 然后这个是pk 这个是pk的话 那么我实际上就是说把那个 我的那个下一步 下一步的x我就限制在这个这根直线上 对吧 对吧 所以我的下一步 实际上这个x就限制在这种情况下 就在这个直线上来跑了 对吧 就当我这个x在这 在沿着这个方向跑 比如说沿着这个方向跑的时候 我希望是那个 因为我们要求minimum 所以希望这个方向是什么 就沿着跑的时候能够降了 向下来 就那F值啊 函数值要下降 那么如果这种方向能够下降的方向 就叫做下降方向 嗯 沿着这个路来走 我们实际上就变成了 定义这么一个函数 就是F xk 加上R 就这样函数 这个就是xk跟pk都定了 就是我现在点知道了 我方向也选好了 那么这个就步常在不同 在步常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 这个点就不一样 对吧 alpha不同的话 我就在这里移动 那么这个移动的时候 就这个函数 我叫做FEP那个东西 定义成这个函数 就是alpha的一个 这个alpha就是一个单辨量 单辨量函数 我们看alpha等于0的话就是 alpha等于0就是alpha等于0 这部分就没有 就等于fxk 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了简单其件 也写得过fk 这个就反正一个计划问题 那么它的导数 对alpha的导数 这个应该是 W用导数的连计方式 就是先对这个球导数 对这个f球导数 就是f 那么xk 加上alpha点pk 然后呢 再对这里面 对alpha去就导数 这个常数 这常数就变成 对alpha去导数等于pk 就它就等于它了 就等于它了 那么同样 大家可以看 如果alpha等于0的时候 那么这个alpha等于0 这个就没有 那么就变成deltafxk 成算Pk 成算Pk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计为 deltafxk 整个这么写 那么就等于它 pk 到这套 这个如果这样子 对吧 对吧 这个是0 这个是fk 这个是5f 这个是这个东西 对吧 因为这个alpha等于0的时候 应该这个是fk 这个是fk 对吧 对吧 这0点的导数 0点的导数 0点导数就是这个东西 0点的导数呢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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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那个油灯方向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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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负的 这个是负的 或者负的我就拿出去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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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就刚才讲 就等于deltafk 就是deltafk 这个应该等于delta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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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于deltafk 这个应该等于deltafk 这个应该等于deltafk 就是deltafk 这个应该等于deltafk 所以相当于要那个 就这个 就它的那个两界导树的 逆阵是镇定的时候 那么这个设置才会大 这个刮户里面的东西 就会大于deltafk 是镇定的时候 那么它才是这样下降 是有条件下降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一点 大家就是要 就一定在这个条件下 它才是下降 这牛顿方法 并不一定是下降方向 对吧 要是有条件的 有的时候就下降 有的时候不下降 那么同样如果那个 bbk pbk 就是你牛顿方向 那么你可以知道 它呢也是要什么 它要当bk-1 是镇定 10 那么是下降方向 下降方向 因为bk反差 是我们将来可以构造的 我们到后面讲 我们构造 所以我们在构造bk的时候 就是会要求 把bk构造成功一个镇定 bk-1镇定 bk-1镇定 跟bk-1镇定 是一回事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矩阵是镇定的话 它的1镇也是镇定的 所以你这个条件 也可以讲 bk的镇定 那么这个 这个时候的 你牛顿方向是下降 如果这个不是镇定 所以你那个牛顿方向也不如下降 但是这个玩意儿 你看牛顿方向 牛顿方向 牛顿方向你没办法 你没办法去动它 对吧 因为它定义就定义好了 所以大家就会讲到 就是我们为什么 最后我们要讲一个 修盖 修正过的牛顿方向 就要想办法 那么当这个东西不是镇定的时候 就是它的两次老数 函数的两次老数 它不是镇定矩阵的时候 那么怎么弄 所以方向就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共和梯路方向有点特殊 我们反正到第五章 我会专门讲它 那是在收 所以 所以这一部分应该讲还是比较简单 对吧 就是说 方向 因为一个线收拾方向 就是要定个方向 然后第二步就是要什么 要讲它步场 就是AlphaK 这个就是它的步场 你要去 要选定这个东西 要选步场 选步场 就是一种 现在有 先讲一种最明显的方法 明显的方法就是什么 我们不是要它小吗 这里讲过了 就是我这个 如果PK已经知道的话 我实际上就 就变成功什么 变成功是在 在那个 在讨论着 应远函数 对吧 因为你PK一定的话 我这X只是在这根线上跑 在这个线上跑的时候 那个F Fx变化 实际上变成一个 因缘函数 是Alpha的因缘函数 而且我们又是下降方向 所以实际上这个Alpha一定要大于0 要使得它下降的话 Alpha一定是正 下降会很重 所以重 而我们的目标呢 是使得它这个东西最小 对吧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的 一种最容易的想法就是 就是这个AlphaK A应该取什么东西 就取这个东西 让它最小就完了 就VAlpha 而且这Alpha可以限制在大于等0的上面 因为我下面讲的都是下降方向 而对下降方向来讲 就等于相当于就要写这个问题 或者如果再写成Argument 这个V就是Fxk加上AlphaPk 这个Pk你可以是最初下降方向 或者是牛灯方向 或者你一直往都可以 或者一般方向 但是一般我们都假定 这个Pk是一个下降方向 那么就变成解这个问题 这个当然因缘函数 这是一种想法 就 还有一种想法呢 这种想法 有 这种想法是最自然的 因为我要去看小嘛 所以我就按照这个弄 这个Alpha一旦有了以后 AlphaK按照这个东西把它剪出来以后 AlphaK有了 Pk有了 马上就可以到下一点了 就xk加1就有了 xk加1有了以后就可以转了 是吧 你有了xk加1 你反正就是那个地方 然后呢 就是你还是选一个什么 你如果是T度方向 那么你还是用T度方向 就是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种东西都要换成k加1 就在不同点上去计算了 对吧 那么就可以 弄了以后 然后又到这里再来做 就这样一步步就可以做了 这个当然是一种 好像看上去很合理的一种方法 那么用这种方法来求AlphaK 所以一般也叫做精确的那个步场 对吧 就是想象中这种AlphaK就比较好 那么这种AlphaK 你要说问题呢 就是说好像要从Numerical的 就是或者从那个整个计算量的角度讲呢 从数据上讲这个是最好的 对吧 那么就是说你从那个计算角度讲呢 还是有点那个 就是因为 因为你这个怎么来求这个 1元函数的那个气质 对吧 实际上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书里面一些方法 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 那么就是 就是也是一种地带算法 就是也是你 就是我先试一个Alpha 看看行不行 不行不行的话再试一个 那也还是一种地带算法 而这种地带算法 大家也可以想象 就是遇到后面的话 它的改进越是小 对吧 但是呢 你每地带一次 计算量倒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有一种呢 为了能够从整个计算更快的话 我也不一定要精确地求到这个Alpha 我找到某一个 找到一定程度 就是有一个Alpha 满足一定性质 我就完了 不再做下去了 那么这样子呢 可以加速整个的算法的过程 因为整个算法过程实际上是有两个循环 一个就是K的循环 就是你那个迭代点的循环 然后再 还有一个循环呢 就是你现在迭代点 比如已经是XK 所以 然后要求那个 在这个求不长的里面 又有一个循环 又我要试 那么这个 这一步快了慢 要跟那个K那边进展的快了慢呢 要组合起来才能得到哪 所以后来就是人家还有一些年轻的 就是我并不一定要用 要严格求他的钱 而是呢 只要AlphaK满足一定条件以后 我就算完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沃尔夫条件 我先介绍一下 就是要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这沃尔夫条件它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那个FK加AlphaPK 这个呢 要小于FXK 再加上C1乘上AlphaK 其中这个 这个 这是一个条件 我这个条件 我们来看看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PK 我们都假定都是下降方向 所以这个是跟弦线都这么下来的 对吧 然后呢 所以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是负的 这个是一个负数 这个呢 是 这个是零一之间的一个数 这个阿尔法呢 这个阿尔法呢 确实上去跟这个阿尔法是一样 就这个点了 对吧 这个红线就是那个 这个红线呢就是 这个红线Δfk乘上一个pk 这根蓝线呢 这个绿线呢就是CΔfk乘上一个pk 因为这个东西是负的 所以你成个小玉的树呢 反而抬上去了 是吧 就这样 这个条件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什么意思啊 好 这个 所以这个给大家 就是我能看我这个Alpha 比如说这个Alpha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太特殊了 或者我过来一点 这个alpha 比如alpha在这里 那么这一点就是Valpha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右边的东西 Falpha xk加alpha pk 就这一点的值比什么 比这一点值要小 懂我意思吗 大家看 这个头看 就是右边的话 都是 也是下降了 对吧 但是是按照什么 按照西叶 这个 这个学的下降 对吧 那边呢 右边呢 就是 就按照这个东西下降 就是这样就是说 到这里为止 就是 只要alpha不超过这个的话 这前面这个alpha 这一段alpha都是满足我那要求的 那这里 这一段的alpha 这一段alpha都是满足这个实质要求 或者让大家更看得清楚一点 我可以把这个搬过来 fxk 所以 减掉alpha 减掉alpha 加alpha pk 再去减掉fxk 对吧 那么 这一段alpha 那么 就是小一 小一 小一 这个如果是alpha pk 这alpha弄过来 那么应该是小一等小一 那么alpha弄过去 就是c delta fk tpk 除上一个pk 就是这个是某一点 这个曲线上某一点 这个曲线上某一点 比如到这里 那么这个是一根就平均鞋率 这个平均鞋率呢 要比这个鞋率要小 就大体要像到这里 所以呢 这一段的 这一段呢 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 这一段都是可以的 这一段都是可以的 就满足这个 满足第一个条件 这满足第一个条件 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很小的地方 总会满足的 对吧 就说如果alpha很小的话 alpha很小的话 你这两个东西呢 一减的话 这两个东西一减 这边就基本上 就等于那个 就那个东西了 然后这里 c叶是比一小的 所以你alpha很小的时候 这个设置 总会要满足的 所以就怕那个alpha会太小 那你这种 alpha太小也是个问题 你布置走的太小 就是使得你那个 迭代的效率就不好 对吧 这个是博尔夫条件里面 第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 书上也叫做 充分下降条件 就是那个函数啊 充分下降 其实还不是下降 它的那个下降速度 要比较大 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第二个条件 还有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那个delta f xk 加alpha pk 乘到pk 这里需要的也是这个东西 一般情况下是拼在一起一般是这样子 一般是这样子 一般是这样子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式子我们要看一看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要求 我们先看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如果alpha很小的话 对吧 如果alpha很小的话 那么这个式子呢 就跟这个式子 那希儿不看的话 应该就跟它一样了 对吧 然后希儿又比喻小 所以这个东西要大于它 一定是对的 一定不对的 不可能的 对吧 不可能这个东西会比这个东西大 因为这个都是负的 这玩意儿是负的 对吧 所以你如果乘上负就变成正了 正了以后呢 就是 我还注意一下 这个式子是负的 我们的方向是负的 对吧 所以另外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个 叫做加强这个条件 大家两边乘一个负进去 乘一个负进去 这个变正了 对吧 就变成了这样子 就是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因为是负的 这个就变成正了 这个可以变成正了 这个可以变成正了 C2 OK 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 这个当 当那个alpha去向0的话 这个呢 就是这个东西一定是正的 这个是比一小的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条件呢 如果我们把它写出来的话 如果要看的话就这样子 就是这个 在这一点呢 就是要看这个 我们再来画一条线 就是我们再来画一条线 就是我们再来画一条线 有红的 还有蓝的 还有更蓝的 还有更蓝的 有这个 其实还要弄一个 这个呢 是C2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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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这个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 蓝的再弄过来 就是平行地过来 平行过来 可能贴在这里 切在这里 这两根线差不多 那么切在这里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要满足这个条件 要满足这个条件呢 就是只能在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在这个区间里面 本来的这个区间 现在变成这个区间 变成这个区间 就这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 第二个条件 使得呢就是 那个Alpha呢 这个部场不会太小 第一个条件 保证下降的比较快 第二个条件 你保证那个东西不会太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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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再看看 那个 最 就是那个 就求这个东西 对吧 要使它最小 最小的话也就是相当于 对 相当于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使得它等于 零 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 就是相当于这个地方 零嘛 对吧 这个倒数等于零 对 对 这个 这个是 我服条件 如果 如果我们把 有的 有的 叫 强我服条件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强我服条件 就把 强我服条件 这个强我服条件 就是这个强我服条件 这个强我服条件 这个强我服条件 在这边 这个要求的 当然比这个要求高了 它只是要求它大于这个值 那么举个就对质 因为这边是正的 所以这边一定会对 所以这个是更强烈一个效应 这个要求就保证了 这个值不会太大 那么另外一种选择方法就是 就相当于我要求选那个AlphaK 就满足这两个条件 就满足Wolf条件 或者有的时候要求满足一根这个 那就满足强Wolf条件 我能够找到这个AlphaK 使得满足这个也就可以了 书上有个引力 它叫引力3.1 这个引力意思就是说 这种AlphaK的存在 你设计好了这种要求 当然我们下面在证明那个收敛性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这两个条件 为什么要有这两个条件 现在这里大体上感觉是说 那么就是满足Wolf条件的 这AlphaK是存在的 这个从我们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一块就可以了 大家如果第一个条件 我们刚才说这一块都可以满足 然后第二块就要把它这个弄过来 那么就 那么这个就都可以满足了 好 这个就满足 就这个都满足 所以这个一定满足 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大家看这一点的话 就是用第一种方法精确解释的点 也是在满足那个Wolf条件的范围里面的 对吧 我不去振了 振也是很容易振的 因为就是说 这个东西一直会下降 只要我们这个函数 只要我们这个函数 这个看看图就知道了 我不去写它的证明 这个就满了 然后我们再简单地讲一讲 就是说 就讲一讲 你无论是按照 无论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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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式 对吧 还是按照这种方式 来找那个AlphaK 那么应该用哪些方法 对吧 那么这里就是 这个实际上是用 用的都是那个 用的都是用那个 都是用线程的方法 我们讲这个叫函数参数 函数参数就是这样 如果我这有个函数Alpha 这是一个函数 对吧 那么我现在这个Alpha函数 就是我假定它是一个多项式 比如说A0加上A1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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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给了几个条件 这里 这里 这个要决定做多项式 这里就有四个参数 对吧 A0A1AlA 有四个参数 这四个参数的话 那么就要有四个条件去 毕竟 来来来来 给了四个条件 就可以把这四个数算出来 那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一阶导数 这个就没有了 就是A1加上2倍A2Alpha 再加上3倍A3Alpha平方 对吧 对吧 它的一阶导数就是 反正我现在 这个函数就有四个参数 对吧 我就要想办法给了四个条件 就可以 这四个条件可以怎么 那么我可以给出 比如说Alpha1 5Alpha2 5Alpha3 5Alpha4 比如我给出四个点的字 那我就可以 所以毕竟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 我回这里用个拔了 用个帽子吧 对吧 这个带帽子 甚至跟那里的 不带帽子的发一块 那么这样子 所谓参数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如果这四点的字呢 就用那个phi的四点的字 带进去 那我就可以算出一个多项色 这个多项色呢 就可以作为phiX的一个近数 也就叫phiX的函数 插着函数 插着函数 就是说我要求一个多项色 使得它在路干个点上 跟你那个函数是一样 那么就这个 当然我也可以不用 不是用这样几个条件 我可以用 用什么条件 用那个 加上这种条件 就知道 在这个上面的字 比如alpha1 比如这个 alpha2 我也可以用这一组 对吧 也是四个条件 对吧 这四个条件带进去 那么就 也可以算出这个插着多项色 这个意思就是 我 这个是一种很常用的方法 就是我就要 我要决定一个插着多项色的话 我就要给出 如果是三界函数 三次多项色的话 我就要给出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当然可以组合 如果我是两次多项色 我只要给三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 我可以是函数字 也可以它的导数字 对吧 那都可以 那么我们在 如果用这种方法来解 大家看 如果用这种方法来解 我实际上是要用 要来解这个色字 对吧 要求它这个东西 求它东西的话 按照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 按照这个函数插着的思想 就是什么呢 我就构造一个插着多项色 构造一个多项色 使得这个多项色呢 是逼近于这个函数 逼近于这个函数 我本来要解它等于 那么就用 用这个用它的叉热多项色 去代替它 就是我把它改成 求这个东西的东西 这个东西 就等于得很好求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多项色 我为什么弄到三次多项色呢 因为三次多项色一求到 说变成二次多项色 二次多项色的根子很容易久的 有公式好马上可以写出来 对吧 所以一般呢 就是最多用到三次多项色 或者你也可以用到 一次多项色都可以 那就等于对峰一样的 对吧 它这个 我这个就不想去讲它了 对吧 就告诉大家 如果是你 你α k 是用这种东西来做的话 那么它呢 它呢就是用这种思想 对吧 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 这个Fly呢 Fly0我们总会知道的 因为就等于Fk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试某一点 就是你 这个0 然后可以试一个点 比如这个叫0 这个0 这里有两个记号 因为实际上是这里有两个地带啊 刚才讲 就是 就是 这外面有一个地带 是关于k的地带 就是我走了一步 这里面还有一个地带 里面一个地带 就是我走这一步的时候 为了要求那个α 对吧 我还有一个地带 这本书里面 外面那个地带 它都是用k 就是用αk 所以 用k作为外面的地带 而里面的地带呢 就是用α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应该 都有个k 然后这里呢 就是第一 在固定的dk 个大部里面的 开始的东西叫0 那么它实际上 就把这个k 就拿掉了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你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知道的 然后这一点呢 你既然试了这个东西 对吧 那么你这个东西也知道 α0 这个也知道 这个就等于f xk 加上α0pk pk也知道了 就把这一点折出了 而且这一点应该也知道了 放一片0也知道了 等于fk 乘上pk 这个我们 所以这样子 就是你至少有三个条件 对吧 那么所以你开始呢 如果你高兴的话 你也可以这里再去 再把这个东西你也去算一算 反正这个也是可以算的 你要算的话 这也可以算的 就是 就是 那你这样就四个条件 四个条件的话 就等于是 我可以把那个 把这个fike 带帽子就可以弄出来 弄出来以后 然后我就解一解 一为风解一解 就这个 这个东西就 根就可以求出来 那么 我这个就可以得到一个 最好的一个解 就是α1 这就是进一步了 然后再比如说看 到底那个根 可能会在这里 还在那里 然后就是 在这用这个东西 两个地方的条件 又可以做一个逼近 然后又可以求 那么做几次以后 就很靠近的就完了 那么这个呢 也是同样的思想 也是那样 就是说 就是要去具体 要去求这个 求这个α k 我可以是 按照这个要求去求 也可以按照这个要求去求 这个要求也是一个 迭代的过程 先去找一个 找一个 先试一个α0 试了以后呢 就 看看这个行不行 那条件满足不满足 不满足 然后再往里面 或者往外面 外面往里面说 就是你先试这个 第一个条件 先试这个条件 满足不满足 如果满足了 再试这个条件 如果也满足 那就接大吸化 如果不满足 或者扩大一点 或者缩小一点 就 然后就满足 可以把它找到 这个呢 这个书上有一些 很简单的算法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就 不去详细讲了 这个 就这一部分 就大概算法 就是这个样子了 就是里面都可以用那个 用那个函数测测的方法 来逼进那个 逼进那个 逼进那个 phi函数 那么然后求 那个phi函数里面的 满足这种要求的 那个 那个alpha k 如果alpha k 一旦求好 那么就进了一步 进了一步 以后就重复 然后就这个 整个这个过程 就这样 下面我们呢 就开始来讲 那个方法就这样子 然后下面我们就来讲 讲那个 讲它的收敛性 什么这一套东西 收敛性呢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就我们讲那个第二步 放火 放火 然后讲就收敛性 放火 我们先讲一条 这个书上先讲一条盈利 其实这个盈利 这条盈利是很有用的一条盈利 也是让盈利 这条盈利是很有用的一条盈利 也是让盈利 这条盈利 我把盈利写一下 我把盈利写一下 这条盈利 现在当然就这个条件 现在讲 这个F Fx 这个函数 它是下面有界 这个总归要 下面有界 就是说这个Fx不可能去向-5中的 因为如果Fx去向-5中的 你这个minimum就没意思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Fx的话 总归会小于 不 总归会大于某一个数的 下面不可能更小的 就相当于这个意思 下面有界 还有上面有些东西 就是我不想去讲 就是说 反正都有些光滑性条件 就这个Fx呢 是这个有一阶导数 应该说 下面有一阶 有一阶的 有一阶导数 就是说那个玩意是有的 这个东西有的 不然的话 这个东西都没办法 然后连梯度都没有 这个东西可以存在的 就这样 有导数 且能满足这个条件 这个是一个比较 下面一个就是所谓 Lipsy条件 有Delta Fx 减掉Delta Fx bar 这个 小于等于L 这两个之间的那个东西 x减掉x bar 就这个叫Lipsy条件 这个是想是对那个 Delta 就是它的T度满足 Lipsy条件 我们有的时候要两次导数 要满足Lipsy条件 我们这里是一次导数 满足Lipsy条件 这个满足Lipsy条件 就说什么意思 就说这个函数 它的变量 这个变量的差 函数字的差跟变量的差呢 指差被控制住 就是你变量之间距离 不是很大的话 那你的函数字也不会很大 就连续的概念 这个最要求的 那么这 就要证明这个条件 Sigma Delta Fk 再乘上cosθk 这个平方度平方 平方 这个小于无尽量 要证明 就这个 这个就是条定理 这里面的cosθ cosθk 这个是什么 这个实际上 就是这两个项量 就是Delta Fk 跟Pk之间的夹角 就这个 就它的夹角 θk 不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它了 Cosθk 就是Cosθ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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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Cosθ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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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然后呢 应该除上它的 再除上这个东西 就Cosθk 就这两个项量的夹角 是否 这个Cosθk 这就是Cosθk 是Cosθ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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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Cosθk 我这里省略了一些关于F这种光化的描述 这些玩意啊 反正就是说这个F、X都是连续的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都要有